有主天天不知火 给我力量保守我 是我一生走在路 是中心满意足 牛子妹们平安 我想我们今天早上有一个很好的聚会 主接着从开头一直到我们刚刚祷告完 我相信主对我们很多人都说话 感谢神 神是个说话的神 每一次祂说话祂拯救我们 祂对我们施恩 同样的每一次祂说话祂是要来改变我们 也是来挑战我们 我们开头我们还是先有一个祷告 主耶稣今天早晨 神我们要来面对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是我们天天都需要学 是我们每个时刻都需要学的课题 把一个谦卑真实的心赐给我们 主啊让我们真的认真的在祢的面前 让我们这个人的口舌 让我们的话语能够被你不仅仅竭减对付 而且能够被你使用 能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 谢谢主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今天早上这个题目不好讲 但是这个题目实在没有办法去形容它多重要 因为我们天天都在讲话 而圣经上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 话是一个人的发表 我们是怎样的人 从外面的行为有时候还看不太出来 但是从我们的话早晚会看出来 因为主耶稣自己已经讲得很清楚 那我想在我看我们的纲要之前 有一段的经文 我本来不想把它放在这边 但是我后来越预备越觉得 我们还是应该先来看一段这段的经文 目的是为了要提醒我们 对我们话语的重视 对我们口舌的重视 我们请看雅各书第三章 新约雅各书第三章 我们挑几节读好了 第二节 原来我们在许多的事上都有过失 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 他就是完全人 也能乐住自己的全身 所以我们要晓得 我们要承认 我们不可能没有一个 我们不可能不在话语上有过失的 如果我们自己觉得 我的话语是很好的 没有问题 弟兄姊妹那是我们不认识自己 没有一个人在话语上是完全的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是更严重的 第五节 他说舌头在白体里是最小的 却能够说大话 看哪最小的火 能够点着最大的树林 舌头就是火 在我们白体中 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 能污秽全身 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 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 所以你就晓得 舌头不是一件小事情 圣经上告诉我们 它是火 而且它是个罪恶的世界 能够污秽全身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5章也说到 入口的不会污秽人 出口 从口里出来的才会污秽人 所以你要很小心 就是我们的口 如果不是一个受过割离 被解禁过的一个口舌的话 我们的话语出来常常污秽人 我们的话语出来 常常把别人的生命带进死亡 它连生命的轮子都能够被你这个火烧掉 而且是从地狱里面烧着的 所以神在这里让我们看见 我们话语的严肃性 他几乎by default 认为我这个人从口里面出来的 基本上都是不好的 除非被神拯救 除非被神改变 所以我很希望神在这里怜悯 我们在口舌上都要谦卑 每一个人都要很谦卑 我自己是传道人 我更需要在口舌上求神怜悯我们 我们一定要被神捷径 再往下走 第八节 应该第七节也读 他说各类的走兽 飞禽 昆虫 水竹 本来都可以制服 也已经被人制服了 唯独舌头 没有人能制服 是个不止息的恶物 买了害死人的毒气 我不知道大家读这些话里面的感觉是怎么样 几乎今天世界上万有所有的受造之物 都可以被人管理 但是雅各却一针见血地说 独独舌头 没有人可以制服 大家要不安吗 不太敢讲 因为真的 舌头是没有人可以制服的 它的破坏性太强 他说是一个不止息的恶物 是满了害死人的毒气 底下说我们用舌头送在那为主为父的 又用舌头咒诅 照着神的形象被照的人 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 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 底下就讲到一个泉源 怎么能够发出两样的填苦 两样的水呢 无花果树岂能生橄榄树吗 葡萄树岂能结无花果树吗 咸水里也不能发出填水来 所以换句话说 弟兄姊妹今天从我口里所出来的 所有从我口里所出来的 都是我里面全员的表达 里面装的是什么 出来的就是什么 从我们口中出来的是什么 就知道我们里面生命到底是什么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这段圣经的时候 我真的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都很认真 那一面来说读起来很难过 因为发现我们的舌头 铸造的舌头 是一个这么能够误会人 而且是一个制服不了的恶物 是不止息的恶物 充满了害死人的毒气 读起来都很消极 读起来都很难过 但是弟兄姊妹 今天只有蒙恩的人 只有在基督耶稣新生命的里面 新生命的性情里面 我们的舌头能够被神来改变 为什么能够被改变 是因为我们的生命被改变了 当我们的源头被改变的时候 我们的舌头再出来的东西就不一样 圣经上就发现 这个舌头有这么大的功用 它可以用来送赞神 它可以用来造就人 它可以用来祝福别人 它可以用来安慰别人 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不是我用同样的救生命 有的时候讲安慰的话 有的时候讲造就的话 有的时候讲批评论断的话 有时候讲造主的话 讲救主的话 弟兄姊妹这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正经上说 没有一个人可以制服自己的舌头 所以换句话说 forget it 你不要想你可以制服你的舌头 我们需要在舌头上要做的事情 是回到生命里面 知道我的生命不被改变 我的舌头不可能被改变 它是跟源头是连在一起的 你决定不可能不回到新生命的里面 而在舌头上能够被神改变 那个顶多只是改变我们说话的内容 但是改变不了我们说话的本质 改变不了我们说话的结果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 第一个 口是心的发表 是一个人累在生命的流露 主耶稣说 善人从他的心里所存的善 就发出善来 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 就发出恶来 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 所以我们里面存的是什么 就表明我这个人是一个怎样的人 我到底我生命的品质是怎么样 到底我生命成不成熟 到底我这个人是一个动机是什么 通通在我里面 但是别人怎么知道我里面是什么呢 借着我们的行为 借着我们的说话 但是言 行这两个 行为是比较容易隐藏 比较容易违装 比较容易被看不出来 但是话 是一个人里面真实情形的 最直接的发表 你看一个小孩子 你跟他说回房间读书 他转身就走了 你以为他很听你的话 对不对 因为他外面的行为 让你以为他听话了 可是如果在他转身离开你的时候 在他的对面有一个镜子 可以让你看到他的话 可能他的表情在骂咒诅的话 又来了 或者是骂初也的话 或者表情里面那个愤怒的表情 弟兄姊妹 这是他里面真正的发表 他在外面的行为上你看不出来 来到教会都很好 刚刚今天早上 我们的弟兄也很谦卑在这里讲 外面看到的跟我真实的 中间那个gap 那个差距太大了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 多多少少都是 只是差距大跟少 只是我们自己有没有见光的问题 那么话语是我这个人的发表 这个人是我这个人 前面的弟兄说 从他的话里面 你可以摸找这个人 你可以摸着他里面的灵 那属灵的人 老恋的人 其实一听就知道 你讲的话都对 但是你的灵不对 你的话很谦卑 可是我却可以摸着你的灵 其实你是骄傲的 你的话好像是顺服 外面看起来是顺服 你的行动看起来是顺服 但是其实当你真讲出来的时候 那个话里面的灵 在你的话里面出来 话都对 但是灵不对 因为这个东西是隐藏不了的 所以你看到一个人 你讲了一句话 你怕伤到他 你会后来跟他讲 你说对不起 我刚刚那句话有没有伤到你 他说没有 没有 没有 没有的事 他嘴巴上可以denay 但是在他讲这些话的时候 他的灵其实在这些话里面 除非他是老江湖了 已经训练有数了 讲起谎言来 脸不发红 心跳不加速 那这是已经堕落很厉害的 这是我相信你们都不是这样子的人 一个人在他讲他话的时候 其实他的灵 他的感觉 他的感情都在他话里面 至少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话 那么事实上也是这样 那么我们很快地来看圣经中 关于神儿你们在话语上 该有的一些的教导 那么经文真的是多到 你真的数不完 原来我说 圣经里面关于话语的教导 跟关于钱财金钱奉献上的教导 远远超过关于圣洁的教导 如果你直接去读圣经的话 圣经充满了对话语的教导 对谎言的恨恶 对虚假一口两舌 对批评论断 对这些讲禅言 讲这些不造就人的话 圣经上这些的教导太多了 对财务的教导也是太多了 我们今天以为圣经上里面 最重要的是教导我们 要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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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的确是不可少的 但是弟兄姊妹 其实在生活的教导上 话语是圣经里面最多的 因为在提醒我们 在教导我们 当这些东西我们失败的时候 其实是我们里面的生命出问题 是我们的源头错了 所以当你有这些现象出来的时候 都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 我现在不是连于元首 我现在不是在新造的境界 我现在不是在耶和华面前 活在行活人的路 英文是说 in the living land in the land of living 在一个活的境界里面 我不是 我现在是在死的境界里面 所以当我的话语 只要不对的时候 都在提醒我 something wrong with me 我现在跟神出了问题 我现在生命出了问题 虽然你不见得是在犯罪 虽然不见得你现在是在 存心形恶 可是那个话出来的时候 都说到我现在 跟元首是disconnect 我现在离开的主了 我现在不在圣灵里 我现在不在新造的里面 所以弟兄姊妹 神 我是觉得今天这个题目 我希望能够帮助我们 不光只是在话语上 我们去注意去注意去注意 而是借着话语 回到心里面的问题 到底我这个人 现在生命是如何 到底我跟神的关系 到底是如何 到底我今天生活的凭借 到底是什么 只在圣灵里还是随从肉体 只要我还在旧造里面 所有圣经上讲到 那些神不喜悦的话语 都会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有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 有的人可能在批评论断上很严重 有的人在谎言上很严重 有人在讲消极的话上很严重 有人在那边讲不造就人 喜欢跟人争辩的话上很严重 每一个人的可能弱点不一样 但是都在讲同样的一件事情 就是只要我的话不对 就是我的生命不对 只要我的话出来 不是在生命里面 不是在圣灵里面 都在提醒我 我这个人不在生命里 不在圣灵里 不是光只有话语 所以这个经文的教导很多 我就提两个 一个是反面上的举一些例子 一个是在正面上举一些例子 反面上在这里说 一开始我就讲 不可以说谎 不可以一口两舌 话要真 要准 没有诡诈 那弟兄姊妹 这个谎言在圣经上 是神在话语上最严重的对付 甚至就是说 它是直接跟撒旦发生关系的 因为撒旦是说谎之人 说谎的人的父 说谎之人的父 就是认贼为父 当我们说谎言的时候 就是在我的生命里面 在我的生活中 在我目前的侍奉中 在我的人际关系中 我给撒旦留了一块地 人为什么会有谎言 因为我们犯罪 人为什么会有谎言 是因为我们要非法去 得到一些我们不该得的 我们为什么要用谎言 我们要去保护自己 这是从人的经历上来说的 但是圣经上说 当我们容许谎言的时候 我们就是容许黑暗的权势 在这里继续地挟制我 我就是容许撒旦 在我身上有直接地工作 所以谎言不是一件小事情 我就看黎弟兄讲 他说当你真正去对付谎言的时候 你才发现原来 我这个人是会说谎的人 我们如果不认真去对付的话 我们会觉得 我没说谎啊 我这个人是不说谎的人 当我们真去对付的时候 他才发现 你就会发现 你自己真是一个说谎的人 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是说谎的人 弟兄姊妹 我们在话语上要很认真 一口两舌 就是我在这个人面前讲这个话 我到了那个人面前去讲那个话 弟兄姊妹 这种现象太多了 我们处理教会的难处 听到这种事情太多了 他在这个人的面前就说 哎呀 我非常赞同你说的 我真的是很同情你的痛苦 哎呀 他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到了另外一个人 他的对头那边去听他讲的时候 我们又换了另外一个话 他说我真的很同情你 他怎么会这样子对你呢 哎呀 我真的赞成你说的 他太糟糕了 你在两个人面前讲不同话 很容易的 非常容易的 特别你在排解别人纠纷的时候 特别你在跟厉害直接有关系的时候 你会一口两舌 我们会避重就轻 我们会把很多的事情 含含糊糊地讲 我们会拐弯摸脚地讲 所以话语要操练准确 要真 要准 没有诡诈 那我现在老了 像我跟于生 我们两个有时候也在提醒 有时候很容易讲话讲不准 那个数字讲错了 或是讲得过头 那个讲话不准确 讲话不够precisely 那可能是我们天生的初心 可能是有时候年纪大了 但是至少先从没有诡诈开始 你决定不能够在我们的不准确里面 遮含着诡诈 遮含着不纯净的动机 那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对付的 但是我不是代表说 给我们借口 初心或是年纪大 讲话不够准确 就让它过去了 还是要认真对付的 我跟于师母认识一个姊妹 她已经被主接去了 三十年前我们在一起追求聚会 她非常爱主的一个姊妹 她那时还是单身 那天礼拜六 她要搬家 有一些人去搬了她 我们礼拜六 她要搬家以前 就问她说 你行李准备好了没有 她说昨天忙了一整天 大概有三十多个箱子 这个pack 讲完以后 我就听到她小小声声 也许没有三十多个 大概二十多个 我又听到她 可能不到二十个 但是我就很感动 她真的是一个 很有爱心 动作很快 很急的人 讲话也会比较 把她瞄动得生动一点的 所以她一口就讲出三十多个箱子 但是她接着她就开始改她 她接着就改她 到这时候 我想大概不到二十个 但是她在认真对付她的舌头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要操练我们的话语 主耶稣说你们的话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若再多说 就是出于那恶者 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七节 甚至说 就是从我们里面的恶 所发出来的 原文的 在圣经里面有小字 我这里放不下去了 若再多说 就是出于那恶者 或是说 从我们里面的恶所出来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不要避重就轻 不要拐弯抹角 不要含含糊糊 不要在这边 一口两舌 带着诡诈 所以你说讲话 就算你完全没有不良的动机 我们以前有玩过这个游戏 对不对 你放二十个小朋友在这里 跟第一个小朋友 悄悄讲一句话 然后叫他传给第二个 第二个传给第三个 第三个传给第四个 你传到二十个以后 讲出来的话 很少有人跟第一个是一样的 你们都玩过这个 对不对 这都已经是很认真了 大家是在比赛 所以要尽量小心 要听得清楚 都还可能传错话 所以你不要说 我这个人 从来讲话都是准确的 你要很小心 很多的时候 当我听到完他 我在跟他讲的时候 我把我的感觉加进去了 我把我的看法加进去了 我把我的成见加进去了 然后第二个人听见以后 跟第三个人讲 又再把他的看法 又再把他的感觉 又再把他的成见 又加了一点 所以人家 以前有一个 弟兄姊妹 到一个教会的长老家 听见里面在吵架 讲得比较大声 然后一个杯子 还是碗摔破了 他回去就跟人家讲 我告诉你 你不要告诉别人 你要好好祷告 长老家 这个吵架吵得不得了 你在外面老远就听到了 还听到那个杯盘的声音 然后第二个一听到以后 马上又打电话 给另外一个弟兄 他说你知道吗 你要好好为教会祷告 某某长老家里面 可能打人了 就开始 打到最后都已经 这个长老太太送到医院去了 弟兄姊妹 我们讲话真的要很小心 我们一不小心就出问题 所以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五节 一开始就说 要弃绝谎言 个人跟灵色说实话 你说我又跟邻居不来往 这里讲的灵色 就是跟你最靠近的人 家人就是最直接的人 所有的人 我们都需要说实话 你们的话 是就说是 这句话也很重要 那彼得前书三章十节 人如果爱生命 愿享美福 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 嘴唇不说诡诈的话 那弟兄姊妹我要再说 那这是圣经的教导 但是你不能够把它当作 行为规范去遵守 守不住的 没有人治得住自己的舌头的 当诡诈的话一出来的时候 当这些恶言一出来的时候 你要提醒 你要去认罪的是 我里面居然有诡诈的生命 我里面居然有一个 这么恶的生命在我的里面 这么残忍的生命 这么败坏的生命在我里面 这是我们要去对付的 所以这些话不小心出来的时候 你不是只是在外面上去 勒住自己的舌头 这的确是要做的 但是雅各已经告诉我 没有人可以制服自己的舌头 光从外面着手 那是练外功 里面不解决的话没有用 所以一面来说 我们外面的确是要 尽量避免去说这些话 而是当这些话 这些意念在我里面的时候 我要去追根究底 那是我的生命出的问题 我要去很勇敢 很诚实地去面对 我里面到现在还有这么诡诈 这么谎言虚谎的生命在我里面 第二个 不可以有批评论断和咒诅之言 我已经说过经文很多 所以我的经文列在这里的是精挑细选的 原来我用这个斜杠 因为位置不够 我希望在一章之内把信息放完 所以我只好放在斜杠 不然应该每一句话都是一行 大家看得比较清楚 我们一起来看 你们不要论断人 免得你们被论断 马太福音七章第一节 那我只列了第一节 请你们回到家 把附近的几节都继续读 特别讲到我们自己眼中 明明有两目 却要去帮别人除掉他眼中的刺 我们不认识自己 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 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 罗马书第二章第一节 所以像我们举这个例子 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第二章 我就希望你们不要只是看 我讲义上的这段经文 罗马书第二章第一节 一直到第六节 通通都应该要读的 你这论断人的 无论你是谁也无可堆语 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 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 请问你愿不愿意自己被定罪 我们愿不愿意在神的面前 成为一个被定罪 神不愿意祝福我们的人 不愿意 可是当我们在论断别人的时候 我们没有想到 当我在这里论断的时候 神的祝福就remove了 神就把他的祝福拿开来 神不愿意祝福一个 在话语上定罪别人的人 神非常不喜欢 所以我们却没有这样子的感觉 只觉得神怎么不祝福我 为什么最近祷告不喜乐 为什么最近唱诗没有感觉 为什么最近剥饼不再流泪 我们的生命斗了 迟钝了 麻木了 其实这是有很多原因的 我们都忽略它 所以在这里讲到 你在什么事上定别人的罪 论断别人 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 因为你这论断人的 自己所行的和别人一样 我们知道行这样事的人 神必照真理审判他 看到了没有 不光没有祝福 神要审判我们 你这人 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 自己所行的 却和别人一样 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 还是你藐视他 丰富的恩慈 宽容 忍耐 不晓得他的恩慈 是邻里悔改呢 你竟认着你 刚硬不悔改的心 为自己积蓄愤怒 以至于神正路 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 所以弟兄姊妹 你要晓得我们讲话 真的是要很小心 虽然我们可能没有向别人做那样子的事情 例如说家暴 他会打太太 或是砸先生 你说我没有做那样子的事 但是弟兄姊妹 我们里面这种 你去讲他 怎么可以这样子 其实我们自己里面 如果我在他的处境 如果我是跟他一样 从小在那样子的环境出来 我自己到底会怎么反应 我们不知道 就算我没有跟他一样的行为 并不代表我没有跟他一样的生命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就算没有去贪污的行为 并不代表我里面没有贪心 我就算没有外遇 没有那种淫乱的行为 并不代表我里面没有淫恋 就算我里面没有去批评论断别人 并不代表我里面就真正地尊重他 我里面可能一样论断他 只是我嘴巴没讲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一定要很小心 在什么事上定别人的罪 神就在什么事情上定我们的罪 而且在这里积蓄愤怒 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小心 千万在批评论断的事情上 我们都要小心 我们都会犯 我相信我们都会犯 但是不希望建主了 都还是带着这么严重的问题 希望越走 这个东西从我们身上掉了 当我们的生命真正被transform 被神改变的时候 这个东西在我们身上自动会掉 雅各苏四章十一节也是说 你是谁竟然敢论断别人呢 他只有他的主人在 换句话说 my your own business 管好自己就好 不要去管别人 他有他的主 你为他祷告就好 他如果真的做得很不对 我们可以为他祷告 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求神管教他 但是决定不是论断 而是出于爱 出于关心 出于在属灵里面 真正是我们同为一体的这种负担 罗马书十二章十四节 不可以咒诅 刚才雅各书三章十节 说颂战和咒诅 从一个口里出来 他说弟兄们这是不应该的 所以我们不要批评 不要论断 不要有这些咒骂的话 第三个 不要有银齿妄语 或是不合圣徒体统的言行 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四节 这里说到银齿妄语和嬉笑的话 都不相宜 总要说感谢的话 那么在五章三节 就说有一些的事情 像淫乱这些东西 他说连提都不可 方合圣徒的体统 家有家归 家有家的风气 那么神家更是这样 所以这是保罗 神界的保罗告诉我们 在神的家中 淫慈妄语 这些嬉笑的话都不相宜 不是说我们不能幽默 这个两个是不一样的 那么分别在哪里 我相信恩高在我们里面 有的时候话讲多了 神责备我们 笑话讲过头了 神责备我们 你们已经发现 我现在越来越不讲笑话了 因为你们WeChat里面太多笑话了 我已经不想再讲了 你们自己好好去看 那么我来这边抓住时间 就跟大家讲 不是说从前讲假的 我是希望多讲一点去问 因为这个世界用各样的方法 把大家的心弄得漂漂浮浮的了 但是不代表我不会讲 我还是会讲 但是不讲淫慈妄语嘻笑的话 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 让自己的嘴巴 让人知道是行过歌里的口舌 是被分别为圣的口舌 第四个 不说没有意义 没有价值的话 这个更难 你们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 那种wordly talk 那种属世的谈 天天我不是说你不能谈理财之道 不能够谈养孩子 不能够谈 甚至你们不准谈股票 不是的 而是聚在一起就谈这些 你不觉得实在是很无聊吗 难道我们难得在一起 不能够有一点正面一点的 心灵一点的 深处一点的 生命里面的一些的沟通跟交流 我们大家难得坐下来 为什么都是在谈世界上的事情 难免生活里面会碰到这些事 偶尔成为话题是可以了解的 买房子的事 处理的事情 房价的事情 大家碰到事情谈可以 但是天天只谈这些事情 真的是浪费生命 这些是没有意义 没有价值的 所以保罗劝我们要在金钱上操练自己 然后不要为了言语去争辩 这是没有益处的 只会败坏听见的人 有的人就是喜欢跟人家辩论 他不讲话则疑 他讲话就要别人听他的 他讲话就要别人赞同他的 你只要跟他意见不一样 他一定要win over 他就给你辩到底 连传福音也是这样 传到人家人家不肯信 他说你这个人就是该下地狱 我们真的在教会发生过这种事情 他就是气得要命 他说我好心好业地跟你传福音 你这个人还这个样态度 你就是该下地狱 人家说有你这种人上天堂 我一辈子不要上天堂 对不对 你传福音变变变 跟人家变干什么 你只是想赢嘛 你不是真的爱他 你爱他不会这样子骂他的 他说要远避世俗的虚谈 英文翻译有的也是讲到worldly或是worthness 就是根本没有价值的谈话 所以你不要以为你不是老妇 就没有荒谬的言语 少妇也会有 弟兄也会有 你千万不要觉得那句话是对那些 那些老太太老太婆讲的 No 对我们都是这样 很多荒谬的言语 没有价值的话 少说 那你不要说 余地翁今天跟我这样讲的 所以我回到家再也不理太太了 不要去跟他讲无意义的话 那个不是无意义 你跟他讲的话 这心灵的沟通是表达你关心他 表示你们在生活里面是一家人 那不要天天去讲那种真正荒谬的话 跟妻子聊天 谈生活的领受 生活的感受 生活上的学习 对这些新闻 我们的反应 这些是家居的话 我觉得我们怎么样子让他里面 有属灵的意义跟价值的更好 但是我并没有叫你们回到家不沟通 特别是弟兄们 那姊妹们很受苦的 就是弟兄们只有在半夜睡觉的时候会出声 回到家都不出声 正面上 要多说赞美和感谢的话 我们这个感恩乐 赞美乐 大家都在操练 今天的背诵经文 也是我们应当靠着耶稣 看到了没有 在耶稣里 在主里面 常常用颂赞为祭献给神 就是那嘴唇之名 就是承认主 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 我们的嘴巴可以结果 不要光嘴巴爱吃水果 要结果 结属灵的果子 常常结果子归荣耀给神 所以四篇五十篇说 凡是以感谢为祭献给神的 就是荣耀神 所以你要知道我的话 居然可以跟神的荣耀 发生关系 我就巴不得我的口 多说出一点 能够归荣耀给神的话 如果我对神的感恩跟赞美 能够叫神的心欢喜 我就巴不得我能够多说 叫神邪乐的话 所以来到教会 我们不光为了教会 今天蒙恩蒙福祷告 我们要让这个聚会 不仅仅是人可以享受的聚会 我们特别说过 每一个聚会 都是要让它成为神和人 都被吸引 都享受的聚会 所以在聚会里面 白饼聚会 如果都没有人要祷告 你想谁会享受 连我们都受不了 不要说主会享受 我为你们都死了 血都流了 命都上了 然后我今天 把我的身体 把我的血摆在你们面前 结果大家都不想开口赞美他 大家都不肯起来 开口感恩他 哎呀 我会紧张啊 哎呀 我不像他祷告得那么好啊 哎呀 我今天累了 我心情不好 我们一大堆的理由 让我们的嘴巴不开口 可是你知道 当我们在信心里面 一开口的时候 这些话语 归到父神的宝座面前 我很喜欢我儿子Aaron 那次带诗他讲的话 他说你知道吗 当我们这么少的人 要唱诗的时候 虽然天上天使天君 都在赞美神 耶稣说你们安静 底下SVCA要唱诗了 我们要跟蒙恩的罪人 要唱诗了 他情而而听 他喜欢听蒙恩罪人的诗歌 所以当我们在 不可能的里面 我因信 行活人之路 我因信说活人的话 我因信向他发出赞美 你知道这是让神的心 得到满足的 所以要讨神喜悦 要荣耀神 常用嘴唇结果这给神 真的 好不好 我们一起操练 所以保罗劝我们用诗章 宋词林哥 彼此对说 口唱心和的赞美主 第二个 要多说造就人的好话 在这里说 要多说好话 我讲的对不对 错 这是今天很多人的问题 只想讲好话 不讲造就人的好话 听得懂吗 我想讲你喜欢听的话 这是今天神家很严重的问题 看到孩子错了 爸爸平常常常都不想管 都让妈妈去管 扮黑脸 躲到后面当好人 已经有姊妹在推弟兄了 神家里面也是这样子 大家都想当好人 姊妹明明犯错了 明明做得不对 我们不敢去纠正她 我也不是要你在教会里面 当律法师 当警察到处看谁错了 然后去骂她 不是这样的 而是你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 你care enough to confront 你真正够爱 你一定有勇气去面对她 你为了帮助她 你可以讲鼓励的话 但是不能够只讲 夸奖鼓励的话 我们真正需要改善的地方 需要有人来帮助我们 真的 所以讲造就人的好话 的确是好话 是帮助她 该夸奖的就该夸奖 该鼓励的就该鼓励 该纠正的就该纠正 该提醒的就该提醒 这是帮助她的 这是造就她的 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 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以福守书四章二十九节 我不晓得我想问问看大家 当你真的看到一个人错的时候 你敢去跟他说直话的请举手 不要客气 不太敢说的 也有 都很诚实 我以前跟你们举过一个例子 我很多年没举的 我跟一个弟兄 船道人 我们到北京去培训 我大概是第三年 第四年去北京 我才有空 那天上午我哥哥讲 所以我就跟这个船道人 跟于师母三个人 打了敌 冲到长城去 从小读万里长城 没去看过的 所以那天我们就搭了一辆车 就赶去长城 赶快看下午回来又要上课 那天那个司机在高速公路上飙车 不知道开到一百多公里 一个小时时速 太快了 我就跟他说 我说师傅 你能不能开慢一点 我们希望还是安全第一 我讲了两三次以后 他还是飙 后来我就推前面那个弟兄 我说你也跟他讲一下 他点点头 然后就过了一两分钟才敢讲 他说师傅 你车子的引擎还蛮好的 那这个只有智慧人听得懂这些话 不知道转弯摸脚摸了几个弯以后 意思就是你引擎真好 车子跑得太快了 但是他说你的车子引擎真好 我就 我后来常常求他 我不是背后说 他就是nice person 他就是不敢去跟人家讲 现在他好很多 弟兄姊妹 因为他自己也在牧养教会 碰到弟兄姊妹不好 他也会去confront 那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这样 不敢讲直话 讲到老半天 明明该纠正他的 人家听着你在夸奖他 真的 很多的时候 你明明派你去纠正他 结果人家听完以后 说不对啊 他那天来看我 他没有这个意思 他就是觉得我这样做很好啊 弟兄姊妹 这个爱里面说话 一定要说的真 直 准 然后不管我摸脚 但是为了造就他 但是该夸奖 真的该夸奖 真的该夸奖 在爱里面说诚实话 我想这是我们前面提过了 要用爱心说诚实话 要对灵舍说诚实话 那在话语上 我们也都可以凡事长进 当然这句话 也是说到在爱里面 持守真理 holding the truth in love 要在爱里面 来持守我们的真理 第四个 我们的话语 要用来传扬救恩 当我的主啊 求你使我的嘴唇张开 我的口便要传扬赞美你的话 我们就可以跟别人去分享 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主 除了向宝座发出赞美以外 我们向人分享他伟大的救恩 我的口只要张开 就口里有恩 学习向耶稣 心里有爱 口里有恩 这是基督耶稣的心 恩为心 心里面真正有爱 口里面出来的就是恩 就是恩典 所以我们 过去的两个礼拜的祷告会 我们都请弟兄姊妹 十秒钟讲感恩的话 这两次的聚会 我不晓得你自己觉得怎么样 我自己是觉得很感动 我们可以在十二分钟里面 将近七十个人做见证 每一个人就是用一两句话 讲我最感恩的事情 我最感恩的事情 弟兄姊妹 我们要超练 你就算你一个人 都应该常常为了这个事情 向主感恩 说赞美的话 碰到福音朋友 能够跟他们口 一定要跟他们传福音 如果人跟你相处得很久 都没有从我们口中 听见我们任何关乎主的讲述 不管是见证也好 救恩的分享也好 在爱里面对他的关怀 希望把他能够从难处中 带到主面前 弟兄姊妹 那我们这个人的话 真的是没有太大的属灵价值 真的 我们需要被主来改变 好 那我们在话语上的实行 第一个 要很认真 用很认真的心来对付我们的话语 大卫在诗篇十九篇 有一个很好的祷告 他说 愿我口中的言语 心里的意念 在你面前蒙悦纳 我很早以来 就很想用这句话 作为我们全年的Theme 当作我们整年 都应该在这句话语上操练 但是因为还有其他 针对我们教会当前的需要 更重要的话所以一直还没有用 我早晚有一年 你们会看到我们教会的Theme 就是愿我口中的言语 心里的意念 在神的面前是蒙悦纳的 我们整年都来操年 让我口中出来的话 不仅仅要对 要好 要造就人 要荣耀神 更重要的是 我心里的意念也要蒙神悦纳 这两个是 连不开的 是分不开来的 第二个要常常求主光照 而且洁净我们自己的口舌 你看以赛亚 在他蒙召的时候 当神开他的眼睛 让他看见基督伯 让他看见主高高地坐在宝座上 第一件事情 第一个直接的反应 是什么 哇 好荣耀 哇 太感动了 没有 他第一句话就是说 祸灾我灭亡了 我是嘴唇不洁的人 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 没有一个人真认识神 真碰到主 而口舌还是随便的 神一定会光照 神一定要洁净 神一定要用炭火 常常来洁净我们这个人 弟兄姊妹 要让我们的嘴巴 我们的口舌受割离 能够真正地分别为圣 分别为圣 所以当 以赛亚一看到神的时候 他说祸灾 这个口舌不洁 对他来说 不是只是我的一个缺欠 不是只是我应该改善的一个习惯 而是他把它看到 他是祸灾 我灭亡了 我的嘴唇不洁 是一个这么严重的罪 严重到我可以灭亡 我可以大大得罪神 刚才罗马书第二章也说到 这是为神 在神面前积蓄愤怒 藐视他的匡荣和忍耐 不知道悔改 我们真的要很小心 所以要 要常常晚上 或是随时停下来 说主啊 竭尽我 真的是 看在我里面 到底还有什么恶行没有 让我口中的言语 心里的意念 能够讨神的喜悦 第三个 要养成为这一切不宜的言行 会立刻道歉 认罪 并且改正的好习惯 这个 我们没有一定的标准 但是 自由主的恩高 在凡事上教导我们 不用人教导我们 当我们只要认真 你真的愿意认真的话 你会发现圣灵的恩高 会在凡事上教导我们 话讲多了 马上会受责备 话讲夸大了 马上会受责备 批评人了 你们会马上不安 如果讲了谎言 你们会痛苦到没有办法 在主人面前过去 那我希望 这些的不安 痛苦 或者圣灵的光照 在我们身上是真实的 这表示我们这个人 是一个认真的人 表示我们这个人 是神愿意用的人 一个口词 不肯受神对付的人 神是不可能用他的 弟兄姊妹 我们每一个人 都需要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外面可以有很多的恩赐 有很多其他的表现 但是如果我们自己 生命不正 然后话语不受对付的话 我们这个人在神家里面 是早晚会到一个尽头 不能够再往前去的 这不光是神不要用 很多弟兄姊妹 自然也就知道 我们是怎样的人 所以改变一定要从 我们自己开始 先不要去定别人的罪 你怎么又这样讲话 你怎么又那样子 改变从自己开始 改变从今天就开始 改变从内心开始 这是我们常常讲到的 三件事 从我们自己的罪里面开始 从生命对付 改变要从今天就要开始 改变从自己开始 第四个 要操念多开口说 能够造就人 能够容神一人的话 我非常喜欢 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六节 他说你们的言语 要常常带着和气 好像用言调和 这个和气 我一直都忽略了它英文 结果我发现 英文所有的版本 你会发现英文有很多版本 有的版本在 这个字或这个句子 或是这个face上 他们用不同的字眼来描述 所以我常常在我的圣经上 都需要注明 是New King James呢 还是Darby呢 还是NIV呢 就发现带着和气 几乎所有的版本都用Grace 我们所有的话要带着恩典 上次于苏母跟我们讲过 恩典是一个Living Person 就是讲到耶稣 不是只是我们所认为的和气 这个嗲嗲的啦 或是很温和啦 像音乐一样的和气啦 那个不是的 保罗在这里用的所有的翻译本 都讲Grace 带着主 带着恩典 像盐调和一样 没有盐真的不好吃 虽然我现在被常常管制 要扫盐扫盐扫盐 但是一个东西完全没有盐 真的很难过 那同样的话里面没有Grace 不能叫人享受 不能够荣耀神 话里面带着Grace 吃了还想吃 我还要 所以你看这是最不花钱 而且几乎是最容易的一件事情 可以来荣神 又可以来义人 叫人得祝福 叫人被造就 叫人得安慰 叫人再活过来 叫人再重新有盼望 叫人听见福音 叫人能够在神家里面 知道方向在哪里 弟兄姊妹 我们这个人只要开口 可以做这么多事 所以要不甘心我的口舌 还在仇敌的瑕疵底下 不要不甘心我的口舌 还在我旧造老我的瑕疵底下 在肉体的瑕疵底下 我们要把它分别为圣归给神 真的像罗马书第六章讲的 把我的肢体献给神 当作义的器具 分别出来 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祷告 把自己的口舌捷进 奉献给神 你把它单独跳出来 虽然我是全人说 主我愿意为你活 但是有的时候讲得太抽象 太笼统了 我们现在就开始操练住 你让我的嘴巴 是一个奉献的嘴巴 我能够说荣耀你的话 造就你的话 赞美你的话 感谢你的话 始终要归给你 同样的 让我说造就人的话 让我一切的话里面 带着恩典 中文叫和气 带着恩典 恩典出来 耶稣出来 让所有听见的人 能够从我的身上 得到祝福 得到造就 好不好 你看空气里面 都是空气 可是当 声波受到震动的时候 它就发出声音 它可以是 啪 一个没有意义的声音 它可以是 明的罗响的拔 它可以是音乐 它可以是讲话 它可以是骂人 它可以是唱歌 它可以是哭喊 它可以是咒诅 它可以是批评论断 它可以是造就人的话 荣耀神的话 今天当看我们 什么样子 来使用 神给我们的口舌 弟兄姊妹 我们一起加油 好不好 我们在我们身上 有一个最好的资产 有一个最重要的 你要从很小心 很严肃的角度 去看它 雅各说 它是一个 不止息的恶物 它是一个 能够误会人的 是一个制服不了的 我们一面要 很严肃地看它 一面要 很珍惜地看它 因为它太重要了 它产生的果效太大了 不要看小小的 两片嘴唇 漏了几个牙 所有出来的东西 可以天朗之别 可以make a difference 你可以叫人的生命 被你给毁了 生命的轮子被烧掉了 你可以叫一个 从死里面 听见神儿子声音的人 可以活过来 让我们好好地来操练 好不好 我们一起学 全教会都学 好 我们祷告 主 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再一次 把自己的口舌 放在你血的底下 求你来洁净 他所有曾经 造成的伤害 或是 所有曾经说过 所有得罪你 不造就人 不造就自己的话语 同样的我们在这里 也把自己的口舌 把我们的内心 也都放在你的祭坛上 主要接近我们 借着我们所说的话 来显明 也来提醒 让我们认真地去面对 我们里面生命的情形 来认真面对我们和你之间的关系 当我们说错话的时候 你让我们有一个敏察的心 能够立刻接受教证 立刻被你解禁 向你认罪 悔改 而且让我们能够更多地 更认真的 更积极地来说你要我们说的话 让我们所有的话里面都带着恩典 向耶稣的心为心 心里有爱 口里有恩 让我们这一个人再也不一样 让我们周围的人 也能够从我们 这个人口中所出的一切话 能够得到安慰 得到照旧 得到祝福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 基督的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